表情的魔力 小朋友们 笑容是人们交往中一种基本礼仪 保持微笑能帮助您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月牙老师的笑容特别美 难怪我们都喜欢您 谢谢你 毛蓉蓉 月牙老师 如果您遇到伤心的事情 还会保持微笑吗 大头 伤心的时候自然很难露出笑容 但是表情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如果以笑待人 再烦恼的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啊 真的吗 表情这么神奇啊 大头儿子 欢迎回家 蛋宝 为什么你总是笑容满面的呀 因为这是我的默认表情 好吧 毕竟你是机器人 已经收到系统更新的数据包 正在更新系统 请等待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等一下你还要帮助围居妈妈做晚饭呢 这个来不及了 蛋宝快停下 停止更新 你停止更新 蛋宝 你没事吧 刚刚中断更新 检测到表情管理发生错误 目前只有一个表情可以使用 对不起 蛋宝 都怪我 大头儿子 别担心 表情并不会对我造成影响 大头儿子 你看 我今天运气特别好 中了个大奖 围居妈妈 这是什么呀 商场搞促销抽奖活动 我随便一抽就得了个二等奖 豆浆鸡 不愧是幸运的围居妈妈 我的运气一向都这么好 围居妈妈 恭喜您中了二等奖 蛋宝 我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了吗 我没有不开心 只是我的表情系统出了故障 这样啊 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得意的 家里已经有一台豆浆鸡了 再多一台放着也挺浪费 好麻烦呀 围居妈妈 您怎么会这么响呢 二等奖也很厉害呀 围居妈妈 奇怪了 围居妈妈刚刚还很高兴 怎么一下子就憋了呢 大头 大头 刚刚电视上放的最后一集动画片 你看了吗 超能机器人打败坏蛋的那一招 实在是太帅了 我知道 超能机器人最后利用敌人的弱点 击败了那么强大的对手 真的好聪明啊 是啊 是啊 而且啊 他的同伴也很厉害 蛋宝 你怎么这么悲伤啊 蛋宝的表情系统坏了 小明 你别在意 我们继续说动画片吧 那个 刚刚讲到他的同伴 同伴就是在关键时刻 嗯嗯 怎么了 大头 其实这部动画片我们都看过三遍了 也没什么好激动的了 可是确实很好看呀 是挺好看的 我先回家吃饭了 再见 蛋宝 大家看到你的悲伤表情以后 好像变得都很不高兴了 难道就像月牙老师说的 表情真的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问题超纲 无法解答 比如说 保持笑容 可以让其他人也开心起来 可摆一张哭脸 也会让别人感到难过的 总之 还是先别让人看到你悲伤的表情了吧 大头 保 我回来了 小头爸爸 什么事让您这么高兴啊 今天我在顺底膏拿到了最佳创意奖 哇 小头爸爸好厉害 大头儿子 你今天怎么有点奇怪呀 表情有点不太自然 没有啊 我真的是为小头爸爸高兴 真的 我可能确实都遇忘行了 这本来就是个小想 每个月都有 说不定只是刚好轮到自己而已 没什么可高兴的 怎么还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连我也对小头爸爸产生影响了 大头儿子 你在说什么呢 原来大头儿子是担心蛋宝的表情影响到我 是的 我没想到一个表情可以影响到这么多人 蛋宝的问题很好解决的 表情系统已恢复正常 蛋宝的笑容恢复了 蛋宝笑起来的确很有感染力 恭喜小头爸爸得奖 还好 还好 一个小奖而已 才不是呢 能得奖真的很厉害 有你们的祝福 我也觉得这个奖值了 小头爸爸恢复笑容喽 对了 蛋宝 我们应该把笑容也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 传递笑容 走吧 蛋宝 大头儿子养鱼记 小头爸爸 我想去看金鱼 好 小头爸爸 您快看 金鱼是不是特别喜欢我 他们都朝我游过来了呢 是啊 他们肯定也是感受到了你也很喜欢他们啊 真的吗 金鱼有这种超能力吗 金鱼是一种歪貌美丽的鱼类 它们没有超能力 朝你游过来只是以为会有吃的 蛋宝说得对 哦 那我们就给它一点吃的吧 不用不用 这些鱼我刚喂过 大头儿子 你真的喜欢金鱼吗 我超级喜欢 那你每天都要好好照顾小金鱼 可不能让它有危险哦 我保证一定会保护好小金鱼的 那好 我们买一条金鱼 还要一个鱼缸和一瓶鱼石 大头儿子 明天开始你就要负责小鱼的饮品起居了 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 一定要多问问蛋宝 好的 注意注意 剧烈的震动会让小金鱼产生惊恐 谢谢蛋宝 小金鱼 小金鱼 你饿了吧 我给你送早餐来了 注意注意 小金鱼每天喂食一到两次 一次不能喂太多 否则它会生病的 这也太少了吧 小金鱼的食量很小 如果放太多鱼食 没吃完 剩下的鱼食会影响水质 既然这样 那就听你的 我只是希望小金鱼能快点长大 大头儿子 快来吃早饭吧 好的 小金鱼 我要上学去了 你一定要好好的 大头儿子 你就放心吧 爸爸已经为蛋宝安装了鱼缸监测程序 你看鱼缸里这个小方块就是感应器 只要小金鱼有什么危险 蛋宝就会马上自动报警的了 太好了 小偷爸爸您真棒 小金鱼 等我放学回来再跟你玩哦 小金鱼 我马上就回来了 大头儿子 慢点 慢点啊 小金鱼 喝点牛奶 你就可以快快长大了 大头儿子 你在干什么 注意 注意 小金鱼不能喝牛奶 你骗人 老师今天上课说了 多喝牛奶 多晒太阳 就会更快地长高长大 大头儿子 你说得没错 喝牛奶确实可以让人快快长高长壮的 可是对于小金鱼来说就不是这样了 小金鱼吸收不了牛奶中的营养 还会让鱼缸里的水快速备制 所以蛋宝的报警是正确的了 大头儿子 牛奶会让鱼缸的水自生美菌 小金鱼会因此生病的 哦 我明白了 小金鱼不能喝牛奶 但我需要多喝牛奶 才可以长得更高 更壮 对了 你只要按时定量给小金鱼 喂鱼食就可以了 今天真的好热呀 我去妈妈 我想吃冰枕西瓜 好 我也想吃 我现在就去吃 小金鱼 你也很热吧 你想吃冰枕西瓜吗 大头儿子 你又想乱给小金鱼喂东西吃吗 不不 我不乱给它吃东西 可是小金鱼也很弱 怎么办呀 那你可以给它换一缸水 让它凉快凉快 对 小金鱼这下凉快了 注意 注意 大头儿子 你又干了什么呀 我只是帮小金鱼换了一下水 那为什么蛋宝的警报突然响了呢 注意 注意 鱼缸水环境异常 蛋宝 鱼缸里的水怎么了 鱼缸里的水缺烧氧气 小金鱼会很快窒息的 怎么会 我就是怕小金鱼太热了 刚刚才给它换了一缸水 大头儿子 你是不是把餐桌上的凉白开 倒进鱼缸里了 是啊 你们不是总说烧开的水 经过高温杀菌更干净吗 大头儿子 水烧开以后会挥发掉水里的氧气 所以凉白开里是几乎没有氧气的 小金鱼就不能正常地呼吸了 小金鱼 对不起 我又犯错误了 那我们赶紧把水换掉吧 蛋宝 快来帮忙 小大之灵 大头儿子 这回你很知道了吧 不是你认为好的东西 就一定适合小金鱼啊 此非于胭脂于乐也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呀 小多爸爸 我记住了 走吧 大头儿子 我们去吃冰的西瓜吧 好呀